全大会的主催者安敦诺夫 The King of Fightersを開催する 諸君らの参加を心待にしている 以上 Anastasi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洪德哥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全皇十五三神器队的通关剧情介绍 三神器队对于手机全皇系列玩家来说 是最有情怀的一个队伍了 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留言 让我来做一个三神器队的通关剧情介绍 那么今天咱们做一个三神器队的通关剧情 好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对战里威尔斯 这是第一形态 三神器队分别是草地精 是乐切赫 八神这个战队 经过一番苦战 三神器队终于是打败了里威尔斯 但是里威尔斯爆炸后的能量破坏了这些结界 我们可以看到炸出一个口子 因为结界的破碎了 那么从结界裂口 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了本座最终boss 奥托马拉加 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反正咱们也听不懂 总之这个boss大家觉得设计怎么样 我不是觉得设计的还是比较的丑的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你感觉这个boss 有没有和你想想中全黄boss的那个范儿 那么经过一番苦战 奥托马拉加也是再次被封印了 再次被封印 那么接下来就是草精三神器队的草精精八神的户队之间了 他们回到了封印大蛇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封印大蛇的地方 这样一来 大蛇应该不会像那蛇那样复活了 他已经在说 被叫向大蛇将 可以安心的睡觉了呀 沈德希赫这里也是难得滚他们了 让他们自己看得懂吧 看到这里小伙伴一定要耐心看完 如果你耐心看完 那么Itsen可以在最后给我们送来一个彩蛋 三个人在这里奔倒扬镳 那么接下来可以动作快点打一架了 八神也是完全毫不示弱 做个留断吧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跑梯金的老爹 跑梯柴州还有他的徒弟是谁真人物 最后到最后 Itsen可以给我们送了一个彩蛋 熟悉9期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期待 非常熟悉 好了 今天三神区里的通关地形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哪个队队的通关地形 视频下方留言 最后的彩蛋就在接下来 待着了呢 Yuki 只要在今 我带来 今天 我